曾经的海市山盟 如今的同床异梦 当婚姻进行不下去的时候 是选择趁早放手 还是选择欺骗 高家维一方面放不下相爱多年的恋人 一方面被路边的野花吸引 他游走在两个女人之间 自认为天衣无缝 但还是被妻子方唐发现端倪 方唐有着幸福的家庭 温文尔雅 事业有成的丈夫 身体健康 经济独立的父母 志同道合 交好多年的闺蜜 唯一的美中不足是他没有独立的视野 方唐原本是外科医生 无论是能力还是经济实力 都比当年的高家维强太多 但结婚以后 在二人的商议下 方唐辞去工作 专心家庭 辅助丈夫的视野 身为感情领袖自媒体达人的高家维 他的很多文稿发言都出自方唐之手 原本平静幸福的生活被一张销售小票打破 方唐在高家维的衣服里翻出了一张大衣的小票 但方唐却没有收到这件衣服 和闺蜜聚会时 孙小美八卦一个学霸查老公出柜的故事 让她突然意识到丈夫那张小票也有问题 所以关注丈夫的一举一动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生根发芽 方唐第一个怀疑的人是高家维一抵一友的竞争对手奇妙 他们相识多年 同是感情领域的大佬 经常有工作上的接触 方唐生日宴上高家维送给他一只包 奇妙背的也是这个款式的包 第二天 方唐破天荒地来到高家维公司 撞见奇妙和高家维开会 观察下来 方唐发现他们确实亲密 不像有问题的样子 就将怀疑的目光转向公司年轻的姑娘们 公司团建时 方唐观察着每一个人 他发现猪猪将高家维照顾得无微不至 又是擦汗 又是加油的特别与众不同 为了调查猪猪 方唐加了他闺蜜 马晓鸥的微信了解情况 殊不知 高家维真正的出轨对象就是马晓鸥 马晓鸥是猪猪介绍进公司的 刚来一年 高家维看他年轻漂亮好推道 就欺骗他自己婚姻不幸福 遇见他才遇到了真爱 一来二去 两个人就搞一起了 这一年里 高家维屡次欺骗马晓鸥自己会离婚 但他实在离不开方唐 温柔贤惠的方唐将家里打理得津津油条 身为女性又有独立思想的他 更能写出女性心声 如果没有方唐的稿子 也就没有高家维的事业 高家维在外标榜自己是温润如玉的理想丈夫 如果离开方唐 他的事业也会了 但马晓鸥已在逼迫高家维离婚 让他头疼不已 方唐知道丈夫肯定出轨 他希望夫妻二人能坦诚相待 维持最后的体面 但高家维仍旧隐瞒 方唐失望透顶选择离婚 其实马晓鸥只是高家维的棋子 用来隐瞒他和真情妇的挡肩牌 真正的情妇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人 奇妙 仔细看剧就能发现高家维和奇妙的关系并不简单 剧情的开始 高家维和奇妙参加综艺节目的录制 奇妙得知高家维穿蓝色西装后 将自己的蓝色套装换成波点衣服 传统色系的衣服本来没有什么 奇妙特意换衣服 反而有此地无垠的感觉 次日二人开会 奇妙来到高家维公司吐槽脚筒 顺其自然地在沙发上坐下 而高家维脱掉他的鞋替他按摩 二人有说有笑 氛围融洽 要知道脚是非常私密的部位 最亲近的人也许都不能摸脚 但他们按摩的时候非常自然和谐 奇妙甚至有点享受 不得不引人怀疑 更重要的是奇妙提醒高家维方唐起疑心 方唐因为蠢印和销售小票的事起了疑心 第二天到公司观察 询问奇妙关于包的事情 敏感如他很快意识到事情不对 让高家维小心解决 奇妙其实也结婚了 他虽然是情感大师 但他的婚姻并不幸福 有记者采访问他先生是怎样的一位男士 奇妙回答道 我老公他很高 在我眼中他很帅 因为他喜欢运动 所以他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也很儒雅 很细心 总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 然而奇妙的丈夫却是个拉里拉他的埋态大叔 他皮肤幽黑 满脸胡子 不修蝙蝠 用网友的话说 他走路都快没精神了 奇妙口中的丈夫和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是不是证明他采访时说的那种丈夫是他潜意识力的理想型呢 而他潜意识力的理想型很高很帅 喜欢运动 都和高家维相似 两个人的婚姻三四个人的游戏曾经允诺共度白手 如今却在谎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高家维不爱方唐了吗 他还是爱他的 只是高家维的定力不够 没能经得起诱惑 走上出柜的这条路 方唐沉稳冷静的反击给了渣男沉痛一击 也给了万千女性启示 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